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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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差不多十多年了 你可以聊一些有关 我看您这个生活平时是比较精彩的 然后有跟韩国的部分的演员还有导演都有经常的合影 还有学习 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这方面的一些经验 我感觉大家比较喜欢听 就是说怎么跟明星怎么能遇到明星 然后也有很多追星的人 包括我们现在发的很多的就是说一些追星的一些纪念册 然后也有一些喜欢的明星想买他们的签名 你看你们这边到时候给我们客户也可以提供这些 可以可以 我们这边其实也都是工作 对 就是说怎么说呢 您这边的工作就是对于我们而言就是一些生活是娱乐 生活娱乐 对 所以说我觉得我的一些经验和经历吧都是比较苦涩的 我觉得你这边是比较精彩的 我们也苦涩过 我们也来了韩国十多年了 我们最开始来的时候也是喜欢韩国的电影 其实我本人原来是在北京中系学过表演的 当时就是一个专科毕业 那专科毕业之后就觉得年纪比较小嘛 年纪比较小的话出去演戏 除了演孩子其他都演不了 演不了那时候就想出去走走 就像咱们90后经常的世界很大 我想出去走走 那时候我坐了90后盖盖很深 然后就来到了韩国 来到了韩国之后因为确实语言也不太好 刚刚我讲了 咱可能就是我花了三年的时间在攻破了这个韩语的语言观 我觉得可能我本人也不是一个语言的 一般有能力的人吧 语言都会稍微薄弱一点 这个故事从哪儿来 你可以讲一下吗 基本上就是像做事有能力的人都不会去主攻语言 都会去指导目的的去学习 一心都在专业内 对都在专业 忽略细节是吗 但是反正我是觉得就是 带着当时对韩国的一种期待来的吧 我确实是这样 可能你不觉得 但是我们学电影 包括喜欢韩国的影视相关的艺术类群 我觉得还是带着一种期待来到韩国 不管是学设计也好 学电影也好 那确实就是在我们没来韩国之前 看到他们在创作相对自由一些 而且跟这个欧美接触的比较近吧 那好多东西可能就是 就是我们直接去人家 可能还是有一段距离比较排斥 那反倒就是韩国的设计也好 或者电影也好 就给了我们一个就是 有一种过滤口的感觉 让我们觉得 这个是我们似曾相识 很容易找到一些共鸣的一些设计 包括影视作品 是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行业 不是特别难 但是进入这个行业 进入这个圈子刚开始的时候 是特别难的 我们可不可以知道 你刚进入这个影视圈导演行业的时候 一些经历和一些过 可以啊 就是忽然后半场变成了您采访我 没关系我可以多讲一下 其实我跟您一样 最开始也是一个留学生嘛 那我来这边之后 学的电影导演的专业 整科毕业之后 其实当时 确实我用了三年时间攻破语言官 所谓的攻破语言官 可能不是说真正意义上的考试 考级要干嘛 可能就是说我在生活当中 我去学习 用韩语在学习电影专业的时候 我可以很熟悉的啊 表达自己很熟悉的可以 听到老师讲什么 那时候大概我大三了吧 你看到四年的时间 本科毕业了 本科毕业完之后 其实并没有机会可以做到导演 因为那时候你只是一个学生嘛 然后你要是做作品的话 说白了也就是 你要出去去找投资啊 或者是你要把你的剧本完成下来之后 把它做成一个项目案啊 然后做成项目案之后 去跟合伙人也好啊 或者说投资人也好啊 去讲述你的这个作品 那这样的话 其实本科毕业完之后 我们的记得经验特别少 也没有太多的机会 那后来我就是读了硕士 因为确实觉得自己好多不足的地方 而且男孩年轻是这种负担 那一瞬间我是这么想的 但是读完硕士之后 就感觉有好多机会来了 就像您讲的 您在流通行业在1314年的时候 可能就是一个爆发期嘛 那同样电影也是在那个时期爆发 合作的作品越来越多了 除了我们去承担一些翻译的工作以外 包括渐渐的就已经进入到专业团队了 比如说那时候我开始做 第一次做的是这个副导演了 除翻译以外的工作 再做副导演的工作 其实当时很多就是 你又干着翻译又干着副导演的工作 那我记得我当时做的第一部戏 是叫《亿万继承者》 也是一个电视剧 主演是崔史元 然后洪秀尔 然后国内的是余晓鸿 这么一个国内的电视剧 都自拍摄的 我第一次记得去现场的时候 还蛮懵逼的 为什么呢 就是我学的专业当中 你可能专业课程上都很OK 但是出现场的时候就完全 发现那个东西不是说我们学的那样 好多都是有很多变数的 对 你可能你语言紧张起来说 你可能韩语也忘记怎么去说了 你紧张起来 可能用中文怎么表达 你也不知道了 特别是如果说你眼前要 站了一个小腕 特别是当时崔史元还是一个 爱豆了吗 国内的 拍戏的时候那 追星的小妹妹都已经在旁边站了 那还没有怎么动呢 就是刚刚要演一个戏 做完一句台词 那旁边的女生都 啊啊啊的就已经叫起来了 但是对拍摄来讲 其实那些都是影响到拍摄的 因为它会有声音的 声音就不能正常去录制下来 那其实从那次之后 我觉得才是慢慢的进入 就是一个专业团队的工作 那时候应该是在14年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你在这个导演行业走到现在 你走到的高度是有一部分 华人在韩国可能想到 还没有到达的这个领域 他们就已经放弃了 回国了 对对对 也是有一部分 其实很多像跟我们一起学习 电影的好朋友们 我觉得蛮可惜的就是说 每次当我们走下去的时候 可能艺术它的还不像做生意 就是你的付出 就会有一些经济上的回报 可以让你改变你的正常生活 但是艺术对艺术的追求的过程当中 会反而你对艺术的深度越深 可能对你生活的困惑越大 为什么 因为你思考的时间过长 你想太多了 好多商业作品 可能 我觉得看这个片子是一个爽片 比如说我们去电影院看一些漫威的 英雄类的 可能大家都是吃个爆米花 几个朋友 简简的还能减压 那非常好 可能你在做作品的时候 可能并不是这样 那可能要你静下来想 他为什么这样 是什么 那生活环境让主人公变得这样 这可能就是说我们 平常观众可能 不太会注意到的小戏 但是我觉得就是 在韩国读这个编导 我没有 我可能认识你是第一个 在韩国认识的第一个导演 我之前有认识过编导 因为我们 我之前在大三的时候 我有一个办公室 是在见大 嗯 然后认识的 有很多找我发货的留学生 然后一起吃饭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 他是做编导的 嗯 他是大三的时候 有男生也有女生 他们就是说 有拍摄的这个作业 嗯 他们真的就是说 要拍 要举着一个摄像机 嗯 走好几个小时 嗯 真的就是说一个女孩子 就是要堂着上去去走 嗯 就感觉是 就像是 真实的就是拍摄 场景作业什么的都是有的 嗯 可能我感觉啊 嗯 我自认为 我觉得他们在国内 学编呢 大学的这个阶段 可能还没有到实操和实践 这个阶段 嗯 但是还我 他们全部都接触到 嗯 确实是这样啊 就是在国内读大学的时候 嗯 更多的重视的是理论相关的 啊 教育这块 嗯 可能出国之后很明显的就是 实践的课程会越来越多 你像我们其实在大一大二的时候 是不可以接触就是 嗯 正常的这种实操的 从大三大四就开始正式的去 然后你写剧本啊 拍摄啊 刚刚你讲的 可能长时间被这种拍的 很有可能是在拍纪录片 也有可能 啊 因为正常的 如果说拍这种 剧情类的电影的话 它会 会有一些分镜头 比如说我拍了 我从这个角度拍 您说了刚才那句台词 那我才从这个角度再拍一次 可能一 一句话我要拍三四个角度 因为为了之后的剪辑嘛 嗯 所以说就是有一些 在国外跟国内是不一样的地方 嗯 我觉得会历练的是更多吧 嗯 生活方面 嗯 工作方面 以及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有很多东西都会有 嗯 所以您觉得 啊 这边有没有生活历练的小故事 生活历练 我觉得我每天每一分钟 工作的时候都是一种历练吧 哦 我 之前 小时候是一个做事三分钟热度的人 哦 是吗 我是因为练了体育 以后我才就是说 坚持做一件事能做那么久 嗯 我练的体育是因为我们小学 上学的时候总是四个人不会一起走 嗯 学校在一个小山坡上 那个小山坡大概有七十米到八十米吧 嗯 嗯 我们每次五个男士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都愿意跑 嗯 都愿意比赛去跑上去 嗯 但是小学 五年嘛 嗯 每天早上都要跑 每天早上都跑上去 就从那开始 嗯 就是断练了 嗯 小学的运动会 从那开始参加 嗯 参加完了以后 成绩还不错 嗯 小学结束了 初中还是体育 嗯 初中完了 高中 起初初中是不想参加这个体育活动 是想搞一个音乐 搞一个艺术 嗯 但是因为初中成绩还不错 嗯 要代表学校初级比赛 嗯 比完赛以后呢 学习成绩也不好 嗯 然后高中当老师就要因为这个体育成绩 邀请我是上高中 啊 如果要是去的话 可以上高中 嗯 就算是特招吧 嗯 但是你必须要继续你的体育事业 嗯 你必须要代表我们学校去参加比赛 嗯 如果你 不想再参加体育的话 对不起 我们可能 可以给你终止这种的像特招的这种 啊 所以说我没有选择 我就 上个高中 继续参加这个体育比赛 体育行业 嗯 上了考大学的时候 也是用的这个 嗯 嗯 车厂 嗯 但是考完大学 我没有上 啊 我有一个目标 就是说 我不想留在山东上大学 啊 我想出去看 嗯 所以说我就 当时有一个想法 我要出生 嗯 然后 我父母就问我 你要去哪 我当时决定的是华侨大学 啊 嗯 然后我父亲就问我 你为什么决定去这个大学 嗯 他不是说特别的有名 也不是说体育特别好 嗯 因为华侨大学嘛 嗯 他当时是有一个三加二的政策 后面两年是可以出国的 啊 所以说就是 从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有想法要一步一步往外走 嗯 就觉得要力量一下自己 就是这么简单 嗯 人生就回一次 嗯 能走多远我就走多远 嗯 所以说 我觉得我的人生 苦的时候特别苦 嗯 可能 有一次差点 就是说 因为物流这个行业吧 嗯 再也没爬起来 嗯 不说身体没爬起来 就是说心理和精神 可能就是 再也没爬起来过 但是 最后因为 亲人的一些鼓励吧 嗯 又重新 又又重新做起来 那您刚提到那五位 好哥们啊 他们也是 跟您一样 就是体育特招吗 并不是 他们有学音乐的 有学习的 基本上没有跟我一样 嗯 因为 我这个人就是 比较执着 对于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不要赢 就是比较执着 嗯 但有的东西 无所谓的东西 就不执着 不执着 那你不是说 三分钟绕路吗 在你早期的时候 最终啊 除了这个体育行业 别的我都没有坚持下来 这个体育也是 就是说 要升学的时候 我必须要用它 我不用它 我上不了学 我必须得去参加的 嗯 这是被父母 怎么说呢 不能说强迫的吧 嗯 也得算是 没有 没有退路的一个选择题 嗯 但是也就是因为小的时候 那样的体育吧 身体的健康啊 再加上这个意志力啊 嗯 都有一个很好的锻炼 嗯 然后现在可能才能这么坚持的 做一个好 嗯 嗯 我要把韩国的这个体育文化带回中国 嗯 就是因为当时那个中介说了一句话 嗯 我觉得啊 他挑衅了我的自尊心 所以说啊 我当时才去 就是说 做一些什么兼职啊 去选择的这个 现代的这个 这个 红烧品的这个 采购啊 这个电商的 这个共用链的学习 嗯 包括后期的卸车 装车 一个整个的链条的学习 我才坚持到现在的这个 肚子流行业的转向 嗯 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我当时来韩国的时候 十八岁 嗯 我们就做 我们五个人 啊 有 河南 东北 山东 好几个地方的人 我们五个人坐了一排 嗯 天外天的中介 就 坐在我们对面 跟我们说 就是 没有任何原因的 跟我们说个 跟我们说个一句话 在我们韩国 像你们这么大的孩子 已经自私情力 已经开始挣钱了 啊 就因为这句话 我觉得 我们中国人也可以 所以说 就从 那个时候开始吧 一级 语学堂的时候 我是认真学习的 嗯 嗯 那个 听说读写 四门课 基本上都是九十多 嗯 到二级开始 我有简单的 能跟这个 韩国人沟通的能力了 开始 嗯 我就已经 在业余的时间 开始研究和学习 这个五六行 嗯 我们也可以 我们中国人也可以 用我们休闲的时间 去挣钱 嗯 就从那个时候 开始 我自己 去学习 去一个物流中心 学习 也算是挣钱吧 嗯 但后期 也很累的时候 我也坚持过来了 嗯 可能更多的就是说 对那个东西 比较有研究 比较喜好 觉得这是一个 整个的链条 嗯 可能 我们以后回到中国 可能中国会需要 嗯 其实我觉得 我们的菜鸟 我们京东 这些大型的企业 我觉得 现在的森流 要比韩国好菜 嗯 但也就是 可能那个时候 就因为 韩国是 中间的那么一句话吧 嗯 我就鼓了那么一股气 嗯 你到现在 就把这个 一个行业建设下来 嗯 所以你觉得就是 在适当的时期 可能说着 无心 听着有意的一句话 可以改变一个人的 但是可能有的人 可能说着 也是没有恶意 对啊 也没有说什么挑衅 嗯 但是可能 可能就是因为 那么一句话吧 能激励我们很久 其实 可能那个中间 对啊 黄没黄我也不知道啊 但是现在如果 再见到他的话 我还能记着他 真的 我也是挺感谢的 嗯 那 他是一个 韩国人是吗 对 韩国人 然后他说的 那句韩语 你还听懂吗 哈哈哈 他说的韩语 我听懂了 但是呢 怎么说呢 他所有的就是 最最初我们来韩国的时候 接待我们的韩国人 他都是有一种很不留意的中文 嗯 他说他是韩国人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韩国人 嗯 但是我就假设他是韩国人 嗯 所以说他当时说的那段话 嗯 我也忘了是旁边有翻译翻译的 还是说他自己说的 嗯 就是这么个意思 嗯 嗯 我们也可以 嗯 然后我研究了这个 这个 这个 从上到下的这个链条 嗯 当时那个物流中心五楼是 空销品分货 嗯 分完货以后四楼打包 打完包下到一楼车间分流 嗯 所有的货卸在机器上 机器 然后会通过上面的数字 嗯 21 33 通往什么 呃 长南 城北 还有釜山 这些地区 会分流 关流以后 最后会进入那个货车的车厢 嗯 然后会有一个人 扫一下码 嗯 撞车 嗯 这个扫码的机器 扫一下就会有这个 发建人和收建人的所有的 所有的信息资料 嗯 他一个机器的时候 在14年的时候 他这一个机器可以存 两万个地址 嗯 嗯 我觉得那个 当在当时的那个机器 是比较领先的 嗯 所以说就是 就是这么研究 学习下来 后期 韩国的那个科长 觉得我做的不错 嗯 然后就是说 呃 像 和 办合作也是 办帮忙 嗯 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有像你一样的 认真的 能吃苦的 每个学生想行务俭学的话 嗯 也可以 混在一起 就从那以后 我的团队 嗯 就从 四个人 十个人 十四个人 二十个人 到最后四十个人 嗯 直到最后 我来首尔 上大学 我觉得我们是一直把那个持续下来 啊 原来不是在首尔的吗 原来是在经济道 啊 经济道一个一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物流中心 嗯 他楼根 韩晋 还有 现代 所有的七个大仓都在一起 嗯 所以说就每天就是能学到看到的 包括 都不同 嗯 像像 就是比较沉的 像 矿泉水 轮胎 啊 水果啊 韩晋的话 就是一些我们在coupon上买的东西 嗯 然后现在主要是做他们自己的 电商的 货物分流 嗯 所以说就是 有研究和学习吧 嗯 嗯 也就比较 喜欢探讨啊 见一些哥哥和前辈啊 嗯 然后去学习 可能教育一下意见吧 嗯 我觉得人的好奇心比较强 嗯 像 13年14年的时候 是韩国的这个电子 嗯 手机是比较 比较火爆 嗯 因为它什么呢 就是 开窗一块手机 它是有反钱 反线的啊 就是说当时有很多的前辈做手机 嗯 后期的话 手机 手机的这个风波 被中国人做起来了以后 就反线就没有了 啊 然后大家又开始做 灯大门的服装代购 啊 嗯 同装代购 嗯 然后做完这些 就是 食品 市场食品了以后 嗯 开始做化妆品 嗯 像LJ啊 还有MOE啊 这些大型的化妆品 在我个人认为 嗯 都是我们 它能做起来 我认为我们 在海外的这些华人和卫生啊 嗯 有很大的贡献 嗯 包括一些就是 生活在海外移民的一些华人 嗯 做的都比较多 那你指的贡献是在 营销方面 营销和推广 嗯 做的是非常大 像微商 嗯 那个时候的微商就比较火 嗯 然后电商 都是 对这个韩国的文化推广 是比较 比较有意义啊 就是韩国的 不管是手机也好 化妆也好 还是这种潮牌的衣服也好 对 如果没有中国的这一代 微商啊 或者搞电商的这些人 它 它可能以后也会火 但是它不会 推广速这么快 这么快 那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可可也想象了 就是 其实中国 大市场内的一种 我们对这种产品的一种愧疤 嗯 我觉得还是说 对一些电视剧的一些文化 还有这些在韩的华人的一些推广 比较相结合了 做的比较好 嗯 其实我觉得 其实我自己认为像 我们南方的一些电子 嗯 我觉得 比国外的要好 我个人认为 嗯 我觉得 可能就是因为 推广 嗯 所以说 我觉得 我个人认为 就是推广的原因 嗯 我觉得 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些化妆品 服饰也是很不错的 嗯 就是说我们的国产并未推广出来 对吧 嗯 那我觉得接下来的话 我们国产的化妆品 嗯 还有服饰 会走到东南亚 日本的亚马逊 包括这个 这个 美国 还有这个 各个 各个国家 嗯 我觉得都会有很大的一个 跨步 嗯 那刚才有一个网友提问到他就想 那请教一下王总关于潮牌推广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潮牌推广的话 这个 建议的话 这个不是 不是特别有 因为我们只是重点负责这个运输这块 哈哈 这有这个 有这个推广这方面 这个 想了解和建议的话 稍后就是说 私下我给你们推一个 呃 朋友 就是 也是 算是品牌方嘛 他比较 比较 比较有这个 方面的见解比较多 因为我们红哥 哈哈 哈哈 那其实你刚才你们公司也包含了就是广告嘛 那广告的这个部分 是 你们的业务推广都是广告部分 还是说广告只负责 啊 招商或者说 做一些赞助之类的 我们 没有赞助之类的 就是我们做 我们之前要推广的化妆品 有 有的化妆品的衣服 想让我们帮忙推广 嗯 但是 我们有多伙人那边还没有接 啊 不 不接的原因是因为 觉得那个 那个领域不是我们的专业是吧 不 他是比较专注于化妆品 啊 他的推广前期的话是什么像电影电视剧的直入 啊 也是投资 嗯 像这种 再一个就是说像电商方面的一些推广 嗯 平台上 嗯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国超品牌 你还想进驻韩国的话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是否 看好韩国是什么 现在有很多的国 国超品牌就是在韩国的扑棚啊 啊 啊 还有西北人邦大都开了 嗯 就是电商的起线店嘛 对 然后 哦 销售 也有人 跟卖嘛 嗯 然后就是说用CJ大汉重运 嗯 然后电商的名义 往韩国进口 嗯 有一般贸易经 嗯 对 那您觉得这是韩国市场对于我们国超品牌好 或者说啊 Made in China就好啊 啊 韩国市场是一个怎么样的市场呢 我觉得韩国市场 还可以吧 还算 还算可以 但是我没有做过这个电商啊 啊 从发货从客人发货的这一块看 嗯 我觉得市场还可以 嗯 嗯 毕竟我们现在仓储分流 有一部分像 中国的手机壳之类的 啊 都是很多的 嗯 那中韩之前是呃 关于物流体系发展的前景啊 啊 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啊 啊 中韩之间的这种啊 物流体系的发展 能不能做一下预测呢 我觉得 目前看来的话 会有 国内的海外舱 然后我这种一天待发 像这种直播电商的这种 趋势 嗯 还是不知道 线上线下结合的这个体系 对吧 嗯 其实呢 整个 包括新冠影响也好啊 就是物流体系的改革 其实并 并不是影响很大是吧 还算 看 大家 主要做的是哪方面呢 嗯 有一些像 适应率的提高 适应率的降低 或者是 有一些资质 这些东西是 我们没法控制的 嗯 这些 也不能说是影响 嗯 一些原因 嗯 那比如像 最近炒得比较火热的 就是智能化嘛 智能化有没有对 就是流通行业 有一些新的影响 智能化可能会有一些帮助吧 对